大家好,我是焦灯小王 最近有网友私信我 问我空调的压缩机卡杆了 能不能有办法给它弄开 让它能正常运转 今天正好遇见了一台 看看用我这种方法 能不能把卡杆的压缩机 重新系起来让它运转 这个空调的压缩机卡杆不转了 由于缺服工作了一晚上导致的 这个电容就是原来空调上的电容 是个私事违法的 看外观也没有古包的地方 用弯音表测量以后 电容完全正常 说明这个压缩机不启动 与电容没关系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如何能让压缩机重新转起来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换一个更大容量的电容 让压缩机的启动扭矩增大 如果卡的不是太厉害 就能一下顶开 一般换多大的电容比较合适呢 原来是个私事违法的 现在我给它换了一个70违法的 可以说220伏的压缩机 70违法的电容最大了 如果70违法的还不行 可以再并联一个70违法的 就是140违法 再启动不起来 那样就完蛋了 特地没希望了 现在装了一个70违法的 正在等待实际 看看这个电容 能不能把压缩机机起来 为了减少压缩机的启动负载 我把管全部拆了 里面残留的冷煤也放掉了 让压缩机以最小的复核启动 因为本来里面的冷煤也没剩多少 现在通常电以后大家可以听到 压缩机又启动了声音 过了几秒钟以后 压缩机终于运转起来了 听压缩机运转的声音有点大 用手摸了一下 吸排气量还可以 但是压缩机工作的声音有点吓人 应该是里面严重缺油 摩擦变大 造成压缩机噪音大 好在压缩机已经运转起来了 这说明用这种方法 把压缩机机起来确实好用 一会儿咱们把原来的电容放上去 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 现在把原来的40违法电容放上去了 看看能否启动 大家可以听到 压缩机仍然可以启动 这说明压缩机已经被完全击开了 不过还是噪音特别大 这说明原来的噪音大 与大电容无关 还是压缩机的内部机械出了点问题 一会儿买点冷冻油加上 估计声音会变小 到时候加上油再试试吧 大家觉得这种方法 维修压缩机卡杆怎么样 如果广大网友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